昨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今年出生的七只大熊猫宝宝举行了隆重的亮相活动 上午十点奶爸奶妈们抱着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进入了运动场 活泼好动的大熊猫宝宝们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撒着花 奶爸奶妈们则不停地招呼着自己的孩子 无奈又幸福地看着这些娇憨调皮的萌麻 现场氛围热闹而喜庆 今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创造了两个全球之最 海归大熊猫阿宝产下全球出生体重最重的人工圈养大熊猫龙凤胎 出生体重都达到200克以上 大熊猫成大产下全球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幼崽成浪 仅有42.8克脱水后仅为37.9克 目前基地2019级的新生大熊猫都成长健康 截至9月16号 今年大熊猫基地共繁殖大熊猫六胎九载成活九载 其中大熊猫基地园区内五胎七载成活七载 德国柏林动物园一胎两载成活两载 成绩喜人 截至目前大熊猫基地已经建立了 现存204只的全球最大的大熊猫 人工繁育千帝种群